1月28日下午消息,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近日公布中国智能手机市场,2018全年出货数据。 Canalys数据表明,中国市场在2018年经历了游戏以来最剧烈的出货衰退,3.96亿的出货量,直接将总体市场规模,再回到了2014年之前的水平。 前5名手机厂商总体市场占有率,从2017年的73%大幅度增长到2018年的88%,其中,出货量第一的华为和第三的Vivo均实现了逆势增长,其全年出货,分别将2017年上涨15%与9%,OPPO保持了第二名的位置。 较第三名Vivo的差距从2017年的1000万台,缩小到不足200万台。 排名第四的小米,在18年第三,及第四季度增上出现瓶颈,使得其全年出货下跌6%,但是随着总体市场的萎缩,其市场份额,略微上升到12%。 Vivo的增长非常值得留意,Canalys研究分析时管一庭提出,Vivo通过更加紧凑的产品周期,从多样化起Y系列,和发布专攻线上的Z系列,以及数据高端的NEX系列等方面着手。 加上全力执行其提升零售渠道效率的策略,使得Vivo在国内市场份额出现质变。 北京时间1月28日消息,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,IBM正在帮助印度公司迎接5G时代的带来。 IBM目前已经开始与多加印度,企业包括电信公司进行接触,帮助他们制定5G战略,并开发自身能力,以应对未来需求。 此外,IBM同时也与本地公司合作,开发维绕5G的服务。 Zemela Peli说,包括医疗健康、汽车、重工业等领域,以及物联网行业的企业等,正在寻求机会改革他们的网络。 伴随着5G的到来,物联网的普及将达到一个全新水平,而这又将是IBM的一个关键水池领域。 他说,想要更多科技类资讯,欢迎。